最早今日事事 仲冠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马云林 今天是2023年2月1日 星期三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拜登的私人律师鲍伯鲍尔 星期三表示 联邦调查局完成了对拜登总统 位于特拉华州呂霍奥斯比奇市的住宅搜查 没有发现任何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 拜登的律师鲍尔 说 联邦调查局带走了手写的笔记和一些材料 以供进一步的审查 搜索一共花了三个半钟 鲍伯鲍尔 说 司法部计划和总统的律师协调合作 搜索由早上一百点半开始 并且持续去到中午 没有发现任何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 第二次的搜查和上个月对拜登总统 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住所 所进行的搜查都是一样 特工对一些材料和手写笔记 进行了进一步审查 这些材料和手写笔记 似乎与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相关 卖尔表示 搜查是有计划的并得到拜登总统的全力支持和合作 第二次联邦调查局的搜查 标志着联邦特工第三次搜查 与拜登有关的文件已尋找机密材料 这一栋女霍博斯比奇的住宅 是拜登卸任副总统之后购买 她和妻子偶尔会在这里度过周末 最近一次是在1月20日至23日 曼菲斯市 非裔男子泰勒尼科尔斯 遭到5名警察 嘔打并致自死的案 棍动全美之后 包括美国总统何锦麗在内的哀悼 人在今个星期三参加了她的桑礼 白宫已经邀请了尼科尔斯的父母 出席拜登总统在下星期进行的国情咨询演讲 星期三包括副总统何锦麗在内的数千人 将会参加在曼菲斯密西西比大道基督教教堂举行的丧礼 丧礼因为天气和旅行焉悟而被推辞 教堂的高级牧师劳伦斯特纳称尼科尔斯为一个好人 一个美丽的灵魂 一个儿子 一个父亲 一个兄弟 一个朋友 一个人 特纳说 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前来 只有上帝的恩典完全透明 问责制和全面的立法改革才能够致愿我们的心情 尼科尔斯生前是一名联邦费帝员 他在1月初认为魯莽驾驶而被5名曼菲斯警察局官员拦下 然后吐打至死 根据曼菲斯警察局发布的视频记录显示 当尼科尔斯被警方拦下车之后 警察对他用胡椒噴霧、用脚踢 并且用警棍吐打他 尼科尔斯被送往医院最终因为严重吐打 导致大面积出劝而死亡 尼科尔斯的死 重新引发了《关于改革警务联邦立法》的讨论 包括乔治、佛洛伊德警务司法法案 以及是否有可能进行系统性变架 星期三 美联储记进利率上调25个基点 并且无任何迹象表明架式周期即将结束 架式消息传开之后 股市出现抛售 导致下跌300多点 但美联储表示 历史性的通胀飙升正在放缓 虽然目前美国的通胀 仍然接近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另一次的加息预计将会进一步減缓经济活动 因为它推高了信用卡 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的利率 但美国人尤其是老年人 终于收获了更高的银行储蓄收益率 另一次是美联储连续第八次加息 但亦是自去年3月以来最小的一次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缩减加息幅度不应该被误解为 我们对抗通胀规模有所缓解 通货膨胀在过去6个月有所缓解 但美联储的目标是跟随价格的上涨 鲍威尔说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看到的通货膨胀的缩减 并未以劳动力市场疲远为代价 这是一件好事 但目前通货缩紧进度 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美联储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 采取更温和的价值方式 可能会提振股市 并且压低抵押贷款利率 以及其他借贷成本 从而提振经济 但这可能会阻碍美联储降低通胀的目标 看看你的预算 我给你看我的 另一场备受期待的会议 是自麦卡锡上个月 以微约优势赢得了议长职位以来 两人第一次会面 会议讨论的重点是 如何解决美国债务上限的持续僵局 自1月份 美国触及债务上限 美国财政部已经开始拆诸非常措施 来支付账单 美国政府面临违约风险的最后限期是6月5日 白宫此前一再表示 不会跟共和党人谈判 而且由1962年以来 已经提升了74次债务上限 但在星期二 拜登表示他对谈话持开放态度 当被问及他是不是会在星期三 下周举行的会议上 和麦卡锡谈判的时候 拜登简单地回答 让我看看他的预期 长期以来 拜登总统一直展现出 可以谈判的形象 渴望和共和党人坐下来 达成两党协议 星期二 在纽约举行的筹款活动中 拜登称麦卡锡是一个体面的人 但同时他亦评击共和党人极端 星期二早点的时候 麦卡锡告诉记者 他愿意和拜登坐下来 并且最终完成这一项工作 2月1日 一名持枪的大徒 在华盛顿特区多个地点开火 导致了一连串的随机抢击事件 一名华盛顿特区的地铁员工死亡 另外三人受伤 据警方说 该枪手在波托马克戴道的地铁站台上 和一名女子发生冲突 另一名华盛顿特区地铁工作人员 试图干预后被枪杀 她的英雄主义 今天必须在此得到认可 特区警察局助理行政长官 本尼特克特 星期三上午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 华盛顿地铁已经确认了 两名员工是64岁的 罗帕特·康宁安 是电力部门的一名机械士 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们正在哀悼一位英勇的员工 罗帕特·康宁安的细势 他今天在波托马克戴道车站 唯一位顾客进行干预 他是毫无意义的枪击暴力事件 他的警方表示 他们认为枪手可能一直试图抢劫 或预知争论的年轻女子 我们的公民不得不和武装枪手 进行交涉这个事实 让我感到不安 本尼迪克特说 警方在波托马克戴道地铁站台 发现嫌疑人并且将他拘留 但警方尚未清楚扎异的动机 警方最后在火车轨道上 找到一件武器 星期三 三星电子在三藩市 举行全球新品发布会 三星Galaxy Unpack 2023 在发布会上 三星推出三款新的旗篮智能手机 Galaxy S23 系列 不忌本电脑Galaxy Book 3 系列 三星强调了它强大的上级功能 并且在手机外观做出创新 此前 智能手机市场因为经济低迷症 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萎缩 分析师表示 Galaxy S23 智能手机系列配备的相机 和比它前身更快的芯片 用户体验会更好 但仍然可能会在推出之后 面临市场疲远的需求 在全球经济堪入困境的情况下 通胀表声导致消费者支出減少 市场分析人士预计 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 S23 系列新品价格将会有少幅上涨 此外 除了部分更新核心产品线之外 三星还在发布会上公布了Google和高通等 主要合作伙伴的帮助客开发的 扩展现实产品和体验计划 很多公司都一直在研发这类产品 三星移动体验业务总裁兼负责人 鲁泰文在接受华盛顿邮报採访时表示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做类似的准备 不亚于其他人 此前韩国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在星期二公布其第四规度财务报告时显示 三星营业利润同比暴跌69% 下跌原因为消费者对电子设备的需求降低 经济疲怨导致购买力下降 并拖累储存芯片价格 今星期三 因为极寒天气影响 特克萨斯州近35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2300多个航班被取消 持续不断的严寒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 整个星期 德克萨斯州 亚恒息等州的新闻都在报道 湿滑道路上的交通事故 德州华斯堡国家气象局办公室 星期三推发文 今天和今晚市民机盘无法通行 请不要上路 奥斯丁能源公司警告说 由于冰层压倒电线和树枝 预计奥斯丁将会停电12至24小时 奥斯丁市的社区电力公司表示 他的工作人员面临结兵的道路和冻结的设备 这个令到难以提供估计的恢复时间 根据航班跟踪网站FlightAware的数据显示 去到星期三中午 比国已经有2300架的航班被取消 其中包括 达拉斯华斯堡国际机场四分之三的航班 和达拉斯拉夫菲尔德机场超过三分之二的航班 由于暴风雨 迪德热活赛队是星期一队阵传达拉斯小牛队事审 没有办法回家 NBA推辞了活赛队 星期三晚上阵 situación 述哲斯丁企羊棣群旗 ради driham 此外 阿肯失州的很多学校都已宣布将会在星期四关闭 田纳西州的曼菲斯也取消了星期四的ixed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 持續的冬季風暴將會持續對克拉克薩斯州、北部和中部地區帶來危險的影響 至少要持續到星期四凌晨 詞曲 李宗盛